当新千年第一缕曙光 从浙江沿海小镇升起时 正在中国佛学院求学的道远法师 正以为奴身份带着同学们上早课 四个月后 他以学僧身份 首次在北京法园寺禅堂法座上 公开宣讲博舍花 这两个小时的登台讲法经历 更加坚定了道远法师成就道远的信心 眼前的这座念佛堂可容纳近五百人 念佛堂是净土道场的中心 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众一期一会 放下一切 只为念一句阿弥陀佛 当所有声音归于成绩 沐鱼升起 唯有东陵佛号在耳边萦绕 师父没了直接是听说古 东陵佛号 现在到我们这里了 一句东陵佛号 能让人的心静下来 跟着师父走的时候 那个心好像掏空一样 真的是阿弥陀佛装进心里面去了 道远法师与金山福会寺的姻缘 始于八年前的一场佛妻 那时他还是庐山东陵寺监院 隐姓众齐请 他带着东陵寺十三位比丘到温岭打佛妻 那是长千人圣会 东陵佛号首次在温岭大地响起 信众闻之落泪 道远法师以为 这只是一次寻成的红法 从没想过留下来 水到温岭大地响起 山东下女法师 是动林子的 楼山动林子 她人很有感恩 我跟妈妈这人法师 我比非常非常的有越 这个事物条例我很高兴 我的年龄都我了 有每个结扳你了 我的居住着就不用了 别搞得出家人了 戴局师是观音堂堂主 今年七十多岁了 四十年前多次梦到诵经的场景 婴儿开启学佛之路 在信仰指导下 他在家里修了佛堂 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在戴局师组织下 发心的局师一起修建了观音堂 他常说我别的没修 就修来了这位好师父 当时道远法师全城参与建设的 东陵大佛即将落成 参与录制的东陵范拜 也在佛教界颇有影响力 感念温理信仲再三齐请 一年后他向大安法师告详 大安法师慈悲应允 亲自为福会寺提携四名 温理方言属于武语 保留了很多古音 和普通话大相径庭 道远法师常对信仲笑笑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阿弥陀佛 代句是说 不知道师父听懂没有 反正他一直笑着点头 原来这里是没有师父的 就是居士领域 道远师父来这里的时候 觉得真的是挺难挺难的 因为一个身体也很难 我在这里有的时候都是看得到的 我就听了师父这一句 他说 有我一个人在 就可以 那个信心的话 跟我们那个信心也不一样 没有僧团 道远法师 凡事清理清为 2015年9月13日 西方三圣像安坐 10月1日 福会寺首场佛妻起膝 此后每年七场 风雨无阻 寒来蜀网 花开花落 巍峨清殿 繁音不断 因为佛妻 越来越多的信众 走进了福会寺 从一开始的寥寥树人 到每场近百人 从不会念佛号 到阿弥陀佛在心中 老君士们 最清楚其中的变化 也最能体会 道远法师的不易 作为居士 我们没理由说不发行 虽然我做得很不好 阿弥陀佛 肆务繁忙 他仍抽出时间备课 他有腰伤不能久坐 但为信众开示时 始终强忍着酸痛 露出慈悲的笑容 每一位走进福会寺的信众 都能闻之受益 心生欢喜 在十方善性护持下 2020年6月 福会讲堂落潮 道远法师为信众开示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们就围绕着 以念佛堂为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一生心愿 一生念佛 一生成就 拒天下曙光之手照 立海城相连之都会 处樊潇落世之边缘 献人间净土之高峰 千年就在一瞬间 东陵符会 传千年 他年净土 花开处 连涉松峰 一脉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